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。 别看中央,天天什么巴铁呀,非洲兄弟们叫的挺欢, 但是心里时时刻刻都在拉清单。 之前总是鼓吹,是人家这些穷哥们给中国抬进联合国的,没错吧? 现在可好,翻身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就不认这些穷亲戚了。 这波,这两天,中国又公布了九个单方面免签国家, 分别为斯洛伐克、挪威、芬兰、丹麦、冰岛、安道尔、摩纳哥、列支敦士登, 还有很多网友看不上的韩国,也赫然在列。 朋友们,单方面免签的意思是,人家国家老铁到中国来,咱们敞开大门欢迎。 但是如果你要去人家那儿,对不起了,还是得审核考察的。 至此啊,那些天天被央媒指着鼻子骂的、什么腐朽的、堕落的、 与中国抗衡的西方国家联盟们,基本都被列入了被北京欢迎的队伍。 那些老习嘴里朝气蓬勃的、志同道合的、新兴的、东升的、 要代替旧世界秩序的友好国家们,比如金砖成岩,那是一个没看到。 你看看,多精明啊。 这说一套做一套的是立的一手好人设。 嘴上说漂亮话,说不在意家世、学历、身高、相貌。 但真要选回家过日子的,好坏还是变得挺分明的。 也不怪现在中央言行不一,毕竟老毛很早也发表了相关言论。 骂境外势力是为了给群众造成同仇敌害的假象。 但是去境外势力还是红色权贵们毕生努力的目标。 而且很多人不明白啊,说中国又不给免签,遵循着外交对等方案, 中国不应该这么上杆子,多点面啊。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,什么促进贸易往来都是虚的。 就算外国人能来,敢来中国旅游,也不存在那个高端服务的土壤, 最多是玩命多吃两顿中国菜。 但是很多二代、三代们是实实在在的外国人啊, 人家每次回来探亲还要签证,很麻烦的。 这下好了,来去如风,这就是权力带来的松弛感。 你说这帮所谓上层社会的人是真话啊,好话说尽,坏事做绝。 不说别的,老李嘉诚也是两手都要抓,两手都要硬的典范。 老江在的时候,他顶红帽子,当爱国资本家,老江没了,他跑得比谁都快。 这不,这两天又传出消息,他在北京误盘了小二十年的楼盘,终于开卖了。 特价房也要七万多一平,就这还比旁边便宜。 可问题是,老李盖这些楼的时候,通货还没膨胀,房价还没飙升,那钢筋水泥才贵了几块钱啊。 于是乎,老李又狠狠的挣了一笔。 更关键是,这家向来是一个地区的晴雨表,他永远能在飞龙在天的时候卖,随后整个市场就抗龙有悔的直线下跌。 现在北京各部门都慌得一逼,领导们都生怕这房价大跌落在自己手上,把好好的养老金弄没了。 这帮衙门里的小官,家里或多或少都有几套房,放在北京等着贬值,一块卖了,又变相挤兑了房地产,横瘦是万。 现在这个劫责而鱼的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,不管是资本家和政府,还是各地政府之间, 也越来越图穷避现。 一说这个话题呢,又得提河南,你说河南老百姓也是倒了霉了, 好好的中原文明发扬地,充满了历史和人文情怀的地儿, 就因为这帮扶不上墙的领导班子是天天上热搜,还都是没影的事儿。 这帮广州政府这两天站出来骂街,指责河南政府不是人,竟然跨省执行审判了广州近万的企业。 法管冻结私自转移人家企业的财产好家伙,动辄几千万上亿的没收, 这是要拉私人队企业准备起义吗? 广州政府哭着给群众普及,说这种异地执法的行为,黑化叫远洋不漏, 看似是执法办案,实则赚取不当的经营利益,为了给本省市的财政赤字买单。 把河南描绘成土匪,那河南能愿意吗,跳出来接广州老底儿, 说别扯那个李格伦,我们这跨省打击的是谁你心里没数吗? 都是打着什么健康的旗号,在互联网上搞投资诈骗,收割老头老太太的。 明明是无良企业,就因为是你们广州的纳税大户,还在你们那修广场,就被保护了。 那这不真成蛇鼠一窝了吗? 我们这钱收脚上来也根本没落在自己手里,那都给中央拿抖了, 你要是哭诉,找领导去,别找我们这些底头蛇呀,你看看,这就暴露出了一个很逗的问题。 中国是统一国家对吧,却没有一个中央直属机构,来统筹处理案件。 反观隔壁境外势力,虽然表面上是联邦制,但是自治权不多, 天天还得被亮政见的弄得提心掉的。 打各地政府半夜组织车队抢口罩和物资的时候咱就说过, 中国看上去团结,其实各省之间各自为政,特别割裂。 老习想解决这事儿,把纪委的权力强化了一下,弄得个六扇门似的, 每个人怀里都揣个小侧子,但是没有用,你能抓的都是少数的,从上到下的风气坏了。 河南跟广州这事儿,河南充其量也就是当了个酷吏,真让他往外头欺负人鞭长莫及, 胆儿就算有,技术手段上也达不到,中间壁垒多着呢。 但是欺负欺负乡亲们还是可以的,这不一个哥们儿是河南人, 打算在家乡梦庄镇投资千万建厂,年租金八十万给的挺痛快。 挺好的事儿吧,带动经济吧,结果因为过路费没给够,办不下来证件,死活就是不给办。 原因一问总是模棱两可,本来是想生产食醋的,结果现在设备都涨蘑菇了。 你看死心眼的人不分地域哪儿都有,在中国你想搞实业,光闷头干事儿是不行的。 你得在包间里跟领导们推心致富,充分表达你想建厂的诚意,这才能办下来。 不然媒体帮着你一次,后的消防、生产安全,每年的检查也都够你喝一壶的, 还不如早早的学人家二代三代,争取润出国,换个身份。 外商两个字,虽然含金量不比过去,但怎么也比当本国的二等公民强啊。 而且能不管国内汇款,就别给自己找麻烦,不然分分钟触发警报,冻结账户你就哭去吧,都不给你解开。 千万别想着落叶归根,还有什么报效祖国,那都是老皇历了,现在的新中国不流行这种浪漫,三个字就要钱。 不过你说河南有时候也挺魔幻的,明明富士康在郑州现场,是当地税收的大头,妥妥的经济支柱。 但是人家偏要发表文章,问你用苹果手机嘛,意图把老铁们都推到买国产的路径上,这是图什么呢? 话说的挺好,防止金融网络诈骗,然而实际上是因为苹果的实时通信是点对点的, 不走他们能看见的服务器终端,好家伙,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啊,这一块儿河南的经验还是很先进的。 不愧是发生了把群众的钱转走,银行直接倒闭的地方,体验感遥遥领先。 现在国内妖蛾的事儿出不断,然而中央是听之认之根本不管。 前段时间说,希望各地百花齐放,解决发不出工资的问题,你看看,多有创意啊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你们对河南政府明强广州企业,广州政府出来哭诉这事儿怎么看呢? 而中国单方面免签的国家都挺文明发达,为啥这回不带穷兄弟玩的呢? 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,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,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,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 感不感,下期再见,拜了个拜。